猴鬥的疫情 因为猴鬥疫情持续在扩大 WHO还坦诚说 这相当的不寻常 而且是让人担忧 接下来更多的新闻 重点把时间交给真柔 好的 早安 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持续带您来关心的是 现在猴鬥的疫情 是不断的扩大 目前已经在欧美 还有澳洲都出现有病例 而目前有39个国家 都有出现病例 累积1600多例的确诊 现在还有72例通报死亡 世卫组织 现在改变了他们的说法 说疫情是可以控制 好 坦言说 这波猴鬥的疫情是 相当不寻常 而且令人担忧 The global outbreak of monkeypox is clearly unusual and concerning It's for that reason that I have decided to convene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next week to assess whether this outbreak represents a public health the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报道 超过30名的科学家 上周撰文表示 目前迫切需要一个 非歧视性跟非污名化的名称 来取代称呼 病毒跟它引发的其他疾病 世卫也避免非洲 遭到歧视跟污名化 正跟专家研议会为 猴鬥另起新的名字